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籁民歌 断崖流水 天坑奇景 多样的景观在这里聚集 这片被自然眷顾的地方 不但拥有很多标志性的地理奇观 还有让人无法忽视的民歌文化 质朴纯粹的旋律背后 又有着怎样有趣的地理故事呢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自古以来啊 壮族地区呢就素有歌海之称 凡有其庆 必唱歌以为乐 是壮族人民号歌的真实写照 广旗壮族民间歌曲呢 主要有山歌 小调 叙事歌 儿歌和摇儿歌等等 其中最流行的便是山歌 广旗壮族高枪山歌 也被称为是高枪失雷 歌曲曲调高亢奔放 音语宽广 特别呢是拖枪的频繁使用 以及和谐的二重唱唱法等特点 在众多山歌当中 可以说是独树一致 一方水土一样一方人 这种独特的歌声 与产生它的山川 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放声歌唱的壮族儿女 又是怎么与自然相处的呢 地理中国考察组 前往高枪失雷 较为集中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 探寻山歌背后的故事 大新县位于云贵高原南园 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 地势东北西北高 逐渐向南清洗 境内山风淋漓 河流纵横 穿越风丛一路奔波 靠茶组来到大新县板架村 这里的百姓无论男女 都一律短袖短衣 正是因为服饰的显著特色 这个族群被称为短衣状 短衣状 主要生活在中越边境的十几个村臀之中 短衣状的服装几乎通身都是蓝电染成发亮的黑色 唯有头巾用的是平纹白布 满布的几何花纹不用针 而用织布机制作而成 锁子带着彩色丝线上下翻飞 一块巴掌大的头巾 就算是手艺最好的阿姐 也要满满三天才能织成 彩线织旧的头巾花团紧簇 因为工艺繁复制作周期长 手工制作头巾的记忆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已经出船了 有一些都拿来当抹布 他认为有一些老人 这个留下来没有用了 退休以后 农亭星开始了寻找老手艺的路程 他牵头种起了传统的彩年 组织了解织井工艺的村民 这样的尝试并不容易 短短数年的时间里 老人的足迹遍布偏远的山村 和繁忙的街市 在农亭星的努力下 手工制作花锦头巾的记忆 终于重现在人们眼前 传统的短衣状服饰 女装上衣 为无领无袖 对筋短衫 上衣仅33厘米左右 时过境迁 短衣状的上衣 已经有所加长 农亭星将花团紧错的 花锦头巾加入其中 再配上高炕的山沟 整套服饰更加增添了传统的韵味 我们短衣状的服饰现在还有优势 特别是现在我们要挖掘这个地方的民族文化 民俗民风 有一些叫反普贵真 所以我们能够保留下来 就等于展现了我们短衣状古老的风情 老人说 独特的服饰 是短衣状 遵从自然 适应自然的一种体现 那么短衣 与当地的自然环境 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考察组 扩大范围 对周围的地址地貌 展开考察 一处巨大天坑 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 为了安全起见 考察组决定与探险队员们同行 不行了 不行 歇会 小心 这个太重了 小心 可以可以 不要真实记录 我石头碎了 石头都断了 太重了 八十几 背负超过四十千克的装备 对体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来到天坑处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深渊大洞 洞坑很深 向下望去 头晕目眩 洞坑深处 考察组可隐约看到绿色水潭 这座深渊大洞 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同行的探险队员们 决定带上潜水装备 探索天坑里水潭的秘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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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一个小时后 探险队员到达了天坑底部的水潭边 紧接着就是潜水潜的准备 通过一番勘察 探险队决定 从靠近岩壁的一侧下潜 12点34分 OK 从数字声纳深度计的显示 可以看出 此时的水潭深度是17.3米 在灯光的照射下 一只黄色的螃蟹进入视线 探险队员试图去用手触碰它 就在这时 一只小虾却从旁边游过 从螃蟹爬动的痕迹来看 水潭底下有着厚厚的淤泥层 探险队员将整个手插入淤泥中 都没有摸到底 所以会这样不是 咱比我好 水潭最后 我们下来 水潭 都没有 这 在想 我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仅仅是千万种地下富地茂的其中的一个类型 特点就是它的底部有一个水潭 这个水潭经过我们的探查 然后发现它跟地下河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所以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水位 还有它这个水量 还有跟地下河进行一些比较微弱的一些交换 专家分析 这个天坑现在还处于持续发育的阶段 由于坑底水潭被厚厚的淤泥所堆积 所以目前发育较为缓慢 如果这些淤泥被地下河水或降水冲开 那么它会继续被掏石崩塌 向更大型的天坑发育 这个过程则与这里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 鼠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南临北部湾 与海南省隔海相望 气候湿热 雨水较多 雨水沿着岩石烈系渗透 一路融石 使岩峰四壁逐渐扩大 就会在地下形成大型溶洞 溶洞顶部日益松散 并且在重力的作用下不断坍塌 就有了天坑的雏形 可以看出 广西温暖湿润的气候 加上大面积的石灰岩 是天坑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短衣状独特的服饰文化 与当地湿热的天气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密布的山林 发达的水系 溶润的气候 成就了高枪湿雷最好的大地舞台 滋养着他高亢的旋律 高枪湿雷广泛流传于 大新天堂平祥等地 在壮语中诗是对歌和山歌的意思 雷是最高最响最美的意思 森林连连高山叠叠 地下河地表水密布 诞生于这里的高枪湿雷 也呈现出独特的自然韵味 节奏节拍舒缓 奔放且自由 声音委婉和谐慢速 一字一音 让听众领会其歌词内容 高枪湿雷作为一种叙事善歌 伴随壮族人民传承至今 那么它和壮族人民的生活 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关联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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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枪湿雷 源于大自然的独特声音 它也是壮族儿女 在这片山水间徜徉 渔猎的真实写照与传承 壮族人的农农节是一年一度的狂欢盛宴 从每年农历正月初四开始 每个村屯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度过节日 每逢此时 一道特殊的菜品 就会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餐桌上 这酸鱼的话是我们以前一直都有人做的 都是煮酸的嘛这个 鱼的话是选轻轻的才好 水流急的那河段的话 那个鱼那个幼质比较好 据说当年的大兴一带战事频繁 军士们常常以生鱼为食 一位士兵在吃饭时遭遇偷袭 舍不得刚刚抹上盐巴的生鱼 便顺手将它塞进中油米饭的竹筒 投入了艰苦的战斗 十余天之后战争获胜 当九死一生的士兵再次打开竹筒 却惊奇地发现 包裹了米饭的生鱼 已经发酵 散发出诱人的酸香 吃起来十分爽口 这种经过发酵的食物 便是现在的酸鱼 新鲜的鱼肉抹上盐巴 加入叫头去腥和干吸适度的糯米饭 一起放入竹筒 静置十天左右 时间开始了神奇的魔术 将糯米饭的甘甜与鱼肉的鲜维混合到一起 企人心脾的酸味逐渐肆意开来 半个月之后 凉棱尾的酸鱼制成了 随着夏浸屯浓冻结的开始 新鲜制成的酸鱼和往年一样 准时端上了节日的仓中 随着清爽的酸味入口 咱们又品尝到了农冻结中最熟悉的滋味 作为农冻结上的重要环节 作为农冻结上的重要环节 高腔失雷的旋律也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 在歌声中 人们敬畏神灵祈求安康 高亢的旋律 歌唱着酸鱼的美味 歌唱着农耕渔猎的民族技艺 和浸润到壮族儿女心田里的山 与水 广西大新县 属喀斯特地貌区 水资源丰富 有黑水河 左江 右江 夏雷河 龟春河 三湖河 等众多河流 丰富的水资源 充分融食地表的石灰岩 林立的丰丛间 不再锋芒碧露 而是形成了水流环绕 适宜农业耕作的山间小平原 自古以来 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便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山水之间 逾越鸟唱 田园飞歌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应兆 或许才是这片土地上 最原汁原味的高枪诗雷 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过去 密布的丰丛间 纵横交错的河流西谷边 壮族儿女过着浓耕渔烈的生活 他们将生活的智慧 记录在山歌中传唱 高枪式雷在山水间 回荡着人们的喜怒哀乐 也记载了这片土地上 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如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生态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 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而今的高枪式雷 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镜头中的德天瀑布 似时晨昏 气象万千 随着年份的推移 这些照片 也见证着德天瀑布 从深山中的寂静 逐渐走向游人如知的热闹 漫长蜿蜒的江流 忽然横空跃起 咆哮落下 这就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 德天瀑布 这座非洲建域的壮阔山川 正在吸引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游客们的关注 神奇的喀斯特景观 壮阔的德天瀑布 依托美好自然生态的壮族人民 让这里保留了完整的生态和自然风光 也让壮族百姓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枪诗雷 从壮族百姓传统的生活生产娱乐和交流中 演变成如今独特的文化符号 2010年 第五届中国重左边关国际文化旅游节上 壮族人许秀珍和赵元氏 以一曲山歌寂静四座 高亢的歌声朴素地曲调 一举将这种名为高枪失雷的歌唱形式 推向了世界舞台 徐秀珍 居住在大兴县隆门乡的三连村 是高枪失雷的传承人之一 从十几岁开始 他就跟着妈妈和奶奶学唱高枪失雷 高枪的歌声仿佛能穿透山水 时常令他心持神亡 平时在田里工作 干浓虎 累的都是 一起坐下来就唱三周的比方 好像比较精神一点 在许秀珍眼里 高枪失雷虽然走上过国际舞台 但他真正的归属 还是在最朴实的田间地头 冯永梅早在数年以前 就因为曾经聆听许秀珍的动人歌声 动了学唱高枪失雷的念头 字幕志愿者 商量 声唱 ballet 片 郭 在许秀珍的细心教导下 冯永梅的进步很快 师徒二人一同参与排练的高枪诗雷 也将要在田间畅响 各不相同的音色千回百转遥相呼应 一张音乐的大网在奇风秀水间尽情扑展 在年轻一代的参与下 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将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 歌声连接着遥远的过去 记录着生活的乐与甜 歌声延续着民族的脉络 也应刻着山与水的神奇 从密布封丛到涓涓河流 从丰饶的山间小平原 到壮观的德天跨国大步步 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默默塑造着这片七象万千的土地 生活于此的人们 遵循道法自然的生存法则 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生存故事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 高亢的歌声挥洒着人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期盼 也在迎接着属于他们的广阔未来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